很難懂耶 很難懂 怎麼製作流程跟我們講一下 SOP 製作流程就是首先我們會 就是拍一張照片 譬如說我們有拍10張照片 然後把它做成1秒的影片 跟動畫製作一樣 然後看到就是那個光嗎 光的線條 對 就只有留下光然後不會有人 不會有人 就只會有光的在畫面上 那人去哪 人在畫畫 人不會入鏡 因為它是用一種 一種相機的那種曝光效果 那你可以畫出什麼 是異相的還是有實相的 比如說山啊 水啊 越簡單的圖片越好 答不出來了 說說您拿總冠軍的這個畫作吧 總冠軍的一個作品是用那個 麥可傑克森的Be It 用他的音樂 Be It 對 然後做成一部影片 哇 那你畫的是什麼呢 就是用人跳舞 然後在旁邊畫他的一些圖片 把它變成一個動畫 這個非得要看到才能看 對啊 很難懂 很難以用語言來形容敘述它 好玄喔 那你是單獨創作還是集體創作 集體創作我們總共 還是夫妻同修 拿到總冠軍有獎金嗎 有啊 多少錢 3萬 3萬 14個人分 14個人分 人家卡拉OK那個都3萬5 你3萬 哪一個日本大師的作品 一樣 就是讓你印象特別深刻 目前 日本就只有Touchka會拍這個東西 Touchka 那個影片是長什麼 Touchka 他們拍的就是 Touchka 是韓國人吧 Touc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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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啦 這是Liddle Liddle 影片長什麼樣子 他影片長什麼樣子 他是拍日本大街 你現在越說已經漏洞百出 越來越心虛 你是答案照片拿出來給我刀叉 我把它給吃了 各位 觀眾朋友 你今天千萬要鎖定我猜 因為憲哥大家在現場吃照片了 吃照片 可能 我告訴你 每一個今天通通是假的 如果它是真的我都把它吃了 包括1號的大臉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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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款超級隊友 已經唸Michael的影片 獲得了台灣PikaPika的冠軍 聽起來真的很有意思耶 好 第四位 歡迎我們劉鳳蓁來囉 歡迎 這個吹牛吹大了 劉鳳蓁 55歲的平凡人 劉太太 妳吹牛吹太大了 劉太太好像大姐頭 妳幹什麼 劉太太以為想要來中間的意思 她就排在這啦 而且她也亮相有沒有 漂亮媽咪 妳好啦 跟大家問 妳好 大家好 對...不要人家會緊張嘛好不好 人總是第一次上電視還不緊張的 搞得我也好緊張 各位 它就是著名的屏東 萬暖豬腳 對 好香喔 這個如果是真的話 那我就去過他們那裡了 我也有去過 憲哥有去過嗎 劉太太 妳去是比較平常 因為妳自己飛飛飛就飛過 我靠我自己 他們兩個有沒有去過 萬暖豬腳 有 分開去的 騙人 妳騙人 劉太太 各位 劉太 一個月 可以賣多少豬腳妳知道 多少 60公噸 超多的 60公噸 是大概幾隻 60噸 噸 噸跟公噸有什麼不一樣 60噸等於是6萬公斤 6萬公斤 60 欸 對啊 1公噸等於1000公斤嘛 沒錯啊 所以是6萬公斤沒錯啊 所以60噸不等於6萬公斤 60噸等於6萬公斤啊 是啊 好可怕喔 妳真的妳來為好人喔 因為我沒有拖了 抱歉 6萬公斤妳可以想像 如果堆起來的話 應該有一座山吧 好可怕 然後民國70年 一故總統蔣經國先生 到他們店裡來吃過豬腳以後 聲明大照 真的假的 其實是誤傳的 請告訴我 不是啦 他是來詢問我們萬暖的青果榮 從農業的那個 你不要戳破啦 好好 農產品啊 結果到我們萬暖走一趟 然後就被傳說有去你們那次 可是其實沒有 你很誠實欸 聽說還有熱門鄉土聚在你們 店裡取景喔 怕那個做萬暖主角啊 喔 因此而爆紅的吧 對 所以很多客人都會騎 我來問難度高的 請問一下 萬暖豬腳怎麼做 萬暖豬腳啊 製作過程 簡單的說 嗯 重點就是要 買超過豬腳的品質 還有要採我們台灣本土的 喔 怎麼樣 那個肉質比較Q 劉泰妳太假了 妳真的太假了 妳 整個還假透了 豬腳要戳破嗎 一定要採摩 沒摩是要怎麼吃 妳採摩 妳要拉拉拉拉拉拉 不會 而且還要用火烤它 把那個毛烤乾淨一點 緩緩緩緩要13次的動作 緩緩緩緩 13次 對 妳除毛就要除13次 對 用打火機烤那個毛 你現在給它蜜蜡除毛會快一點 對 還沒有 假的假的 打火機烤了毛之後還要氣泡水 讓它的毛細孔擴張 再用刀子給它刮 刮了之後才有 再汆燙 來 給妳們問好了 萬倫豬腳他們那個醬也很好吃 那你們醬好吃的訣竅在哪裡 醬是真的是關鍵 純手工 純手工用手去拍檔 打了之後 用膏子做墮 醬耶 那個醬耶 剁出它的蒜香味出來 然後 劉泰 你好活潑 所以妳那個蒜頭要拍打 拍打完用那個菜刀 然後剁 剁 我們無家仙子找出歷史 剁 我們就牽給咬零酒 剁 我們玩玩出酒吃才好吃 剁 好好笑喔 人家是真的也被妳們驅打 好啦 我承認我是假的啦 是驅打成招 發瘋 氣死人了 萬... 萬倫豬腳不是在台北也有賣嗎 有時候好多 分店 對 那個分店是 請問是你們的加盟店還是直營店 還是冒牌 對 我們分店只有在車程 萬倫豬腳到處都有 我們的LOGO是一隻豬 這些便便都可以畫出來 我們 我們賣豬腳 我們的LOGO是一隻額頭 我們東山丫頭 對不對 還是一隻蒙子 一個額頭 它上面寫萬倫豬腳 我們有去過屏東 不過想要問妳就是 豬腳通常在外面賣嗎 分哪三種 白色的還有冬粿 冬粿 冬粿 白色的冬粿 看妳笑得還很大聲 妳很可愛 她這麼飛車 白色就水族的 花生豬腳 冬粿 還有紅燒的 還有什麼 很多種 很多 豬腳的作法是很多 我以為豬腳很多作弧的 作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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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為難作弧 很多作法 劉共甄的豬腳大受歡迎 一個月竟然可以賣到60噸 我的媽呀 這也太誇張了吧 看來今天很不好猜喔 這個故事都相當神奇了 先來聽聽看藝人們的意見吧 好 來啦 安欣雅妳覺得誰騙我們 還需要猜嗎 1號 為什麼 我覺得她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這麼多大便 有形狀讓她拍 我覺得製作單位應該不會那麼笨 故意找一個就是讓我們 很容易戳破的 所以應該不是賣豬腳的阿姨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應該是2號 因為剛才我在問 因為第一 我覺得她沒有北京腔 所以我北京也一定會很自認腔 沒有人家來兩年 起碼講話還是會有北京味 OK 妳 3號 3號 對 因為 就是覺得 3號很不服氣喔 不是 不是那種藝術家 其實感覺上都要比較瘦 因為藝術家會熬夜 人生攻擊 她是虛況啦 因為她熬夜 我覺得應該是4號 豬腳妹 對啊 因為剛剛豬腳妹 我覺得豬腳妹剛剛就是 講話哩哩啦啦 豬腳阿姨 沒禮貌 豬腳阿姨 她賣豬腳還能自己吃得那麼瘦 那不容易 對 對 然後我覺得她應該是 樣子比較像那種隔壁的 阿桑 有沒有 在那裡有理髮廳啊 還是跟她車衣服啦 顏色 一樣 喔 也是4號 漂亮 她根本在背的嘛 對 其實 其實剛剛一開始都演得蠻好的 因為有點緊張嘛 可是又很社交的感覺 感覺就是老闆娘 可是剛才問到她菜名的時候 她竟然不知道 這太嚴重了 豬腳的嫌疑最大呢 月賣60頓真的很扯 騙人的會不會是她呢 馬上就知道了 倒數5秒給你答案 6 4 3 2 1 騙我們的答案 馬上給我走下來 是豬腳老闆娘嗎 到底是誰在說謊呢 別急喔 等等回來就揭曉囉 豬腳老闆娘 豬腳老闆娘 讓朋友看到了都害怕 我們宿舍是同一個戲 然後一起的 就一起住 然後那時候我就洗完澡 然後